OK好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 另外介紹就是之前有用YouTube播音樂嘛 取代Spotify 然後可是之後就有一個人傳訊息給我講說 Spotify的App就是手機App其實是可以免費播的 但是要有海外帳號 那我試過用美國帳號的確可以 就是直接在手機上面可以免費的播放 那有些小限制 那我等一下再跟你講限制是什麼 那這次我先點點看UK的帳號看可不可以 也可不可以這樣子就是用免費的手機App去播音樂 那你需要的是Spotify的原本的App 手機App 就是這邊第二個 然後還要VPN 那我VPN是用OpenVPN跟那個 就是OpenVPN 然後我用OpenVPN它要有兩個組程式就是一個 OpenVPN Connect跟OpenVPN 然後點開OpenVPN 我記得左下方的旋轉鈕先記得讓它轉一下 那因為之前是連是 United States 那我這次想要試試看UK 如果UK可以的話就直接 直接連線看看 就直接連線唄 好你看 連線成功有沒有那個這邊有個Connect 成功訊息之後然後確定一下Spotify沒有被打開來 把關掉 然後把Spotify打開 開開 你要講說Sideout 就是 就是註冊要一次然後登入也要也需要在那個 海外的帳號 就是海外帳號需要在海外的環境登入 那我先註冊 好打完之後就直接可以註冊 註冊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有了 有了 好 還可不可以播音樂 就是不在VPN環境下面可以播 我告訴你可以 因為我的US的帳號可以 然後我現在試試看UK的帳號 我現在註冊一個UK的帳號 看可不可以播 我覺得Spotify好用的地方是在他的歌單 就是你不用想太多 他幫你整理的很不錯 那我來播看Travel看看可不可以播 好,要不然我就直接把那個叫做什麼 我直接把那個VPN關掉 全部全部都關掉 然後VPN取消掉 然後讓你看在 不在UK的環境是否也可以播 好,現在把 好,都沒有了 VPN也沒有了 好,Spotify打開來 現在已經不在VPN環境裡面 然後點開來 是否可以播呢 看一下 好,那我現在來可以 可以連線就代表應該是可以 那我現在來跟你講 為什麼會有限制 就是它有點像廣播 就是跟那個Pandora的APP很像 就是 你不能去選你自己的 你要的歌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歌單 但是你也沒辦法依序去播放 所以它一定都是隨機播放 但是你可以把它加 你喜歡的歌 你可以把它加到你的playlist裡面 所以就是變相 就是說你要用另外一個方式 去做你喜歡的歌單這樣 就歌單是重點 對阿,這樣就可以了 對阿 然後 你可以下一首 但是你沒辦法上一首 你沒有辦法取消到Shop 這個 然後 然後 反應速度非常快 然後也不需要 像上次 上次的那個 就比較 但是你註冊一次 登錄一次 就可以一直用 對阿 然後你也可以找台灣的阿 台灣也有阿 像台灣 POP 我記得有 這裡 華語流行歌曲 歌單 其實你就找歌單 然後它也是Shuffleplay 你就沒辦法 很快 反應速度很快 然後 最重要是 不用錢 對 就這樣 好 然後 基本上 免費的Spotify 就是 這種使用方式 喔 對,然後免費的Spotify 只能用串流 它沒辦法下載到 它沒辦法下載到你的 那個 離線 但是如果你有吃到吧 或者是你的流量非常大的話 像我有10GB的那種 每個月10GB或每個月2GB 其實這些 綽綽有餘阿 偶爾聽一下是沒問題 然後在Wi-Fi環境下 像有Wi-Fi環境下面聽 其實沒什麼 沒什麼問題 好 以上 就是這樣 怎麼用 免費的Spotify帳號 海外的 那 網友是有跟我講說 它60天還是多少天 這個帳號會被登出阿 那你帳號會被登出的話 那就沒關係 就一樣 就是VPN開下去 然後再等一次就好 基本上就是這樣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覺得還不錯的話 就幫我按個讚吧 然後 可以的話 就也可以分享給其他朋友 所以 其實 Spotify是可以免費的 不用用到 花錢 對